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一下我的皮鞋们 秋冬的话皮鞋利用率还是非常高的 然后我日常会穿的皮鞋基本上就是这10双了 那我们就赶紧开始吧 第一双就从我最常穿的一双开始说吧 这双就是Pink Punk Plank 这双在我之前的购物分享 然后一些穿搭里面频繁的出现 其实今天大部分鞋子都在之前视频里面有出镜过的 今天就相当于做一个总结这样子 这双应该是我今天分享的这些鞋子里面 我穿过次数最多的一双了 这双鞋子我是真的很喜欢啦 它呢算是那种一年四季都可以穿的类型 而且非常好搭配 我身边姐妹基本上人手一双 之前在微博上发合照 三个人不约而同的都穿的这双鞋 就真的跟搞批发的似的 它呢就是一双比较大头的这种玛丽针皮鞋 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真的非常的增高 而且就是刚刚好那种不会很夸张 就非常是二床来穿的 它这个增高大概有四到五公分这样子 然后鞋面这里呢就是这种半哑光的 我之前安丽她的时候有说过 我就很喜欢这种头很大的这种皮鞋 就会显得你的腿比较细 而且它的鞋底呢是会比鞋面稍微宽一点的 就会更加的显瘦 自己穿下来呢是没有出现过磨脚啊 或者说长时间走路不舒服的情况的 踩起来呢还是挺舒服的 不会很硬 鞋底这边呢不是特别耐磨 你看我这双已经被我磨掉一些了 主要是因为我穿的频率比较高啦 它就是那种鞋柜里面非常保险 不会出错的存在 反正这双真的推荐好看 然后下面一双呢还是他们家的 我其实还挺喜欢买他家的鞋子的 对这双是我买了没多久的 然后还没有穿出门过 你看里面的这些鞋塞啊什么都还在 这个我记得好像是他们家跟DIDI家的一个联名 对我之前其实没有想要买这双的 是有一天在逛家具店吧 被店员小姐姐给种草的 对我看他穿的特别好看 然后我回去就把这双买了 这双相较刚刚那一双全黑的来说呢 就会比较的淑女一点吧我觉得 因为它这个跟其实是属于中跟了吧 不像刚刚那个是有点松高的那种嘛 然后它的鞋面呢也是这种比较亮的 这里呢有一些这种透明的塑料的小花花 它的鞋头这边呢其实还是这种圆圆大大的 就也是很可爱那种 就应该会比较适合比较甜的搭配 它冬天搭配那种全黑的look啊 然后穿一个那种黑色半裙啊 搭起来应该会非常的好看 这双还是非常精致的啦 下面这双呢也是在之前的视频里面呢 经常出镜的就是 这个非常大的这个玛丽针鞋 这双呢和我刚刚分享的第一双呢 应该是并列我去年最爱穿的鞋子了吧 因为它真的非常的增高 它的鞋底呢大概有个七八公分这样子 对但是也是穿起来完全不会累脚那种 我这个人真的穿不来高跟鞋的 所以又只能够穿这种鞋底的 其实反而这种松高底的穿起来呢 会更加的舒服一点 这双真的非常的可爱酷了 就那种酷酷的少女感 对也是非常好搭配的一双啦 这双它自重也是蛮重的 因为它鞋底就有这么厚嘛 你如果穿它长时间走路的话呢 还是会有一点点累的 不过我穿下来呢 也没有出现磨脚的情况啦 反正这双也是我鞋柜里面 利用率非常高的一双皮鞋了 真的还挺推荐给小个子新人的 我穿上真的是一码变成一米七好吗 绝对是增高利器 如果你这双秋冬穿的话呢 得穿一双比较厚的袜子 不然的话这边可能会比较凉 那我把他们家另外一双也给说了吧 就是这双大概前几个穿搭视频里面 都有出现的 这双的话就是我这个秋冬 穿的比较多的一双鞋子了 就被我穿好多次有点脏 我还没有擦过 他们家这双呢其实也是有黑色的 但是因为我其他皮鞋 基本上都是黑的 所以我就买了一双这个米白色的 我就觉得它会比较适合 有白色元素的搭配 像我最近如果穿米色的开衫啊 或者说像这样子的内搭的话 都会配它来穿 就会整体呼应一下嘛 也不会显得你的下半身 特别的沉闷这样子 会有个亮色跳出来 不过这种白色真的不是很耐脏 加上它是这种哑光芒 就很容易蹭脏 我之前有穿一个牛仔背带裤配它嘛 就整个鞋面这种边边这里啊 都染上那个蓝色 应该是那牛仔裤有点褪色啦 但你看我这边还是没有怎么擦掉的 然后它也是这种大大的头嘛 但不过它就是一个方形的 相对于前面几双来说呢 它是比较好搭配裤装的 有一些裤腿裤啊牛仔裤 出出一个这种方方的鞋头就很好看 因为它这个颜色是有米白色的 不会特别的死 就会更好搭配一些 像你穿下的话 也可以用它来搭配一些 比较亮色的整体look 而且这双穿起来真的很舒服 它跟的也没有很高 我最近真的还蛮常穿它的 然后下面这双 其实我已经买了蛮久的 就是这个雨山家的这双小皮鞋 我记得应该是前年的时候吧 它们家这双皮鞋在某宝 就整个泛滥 就非常出了山寨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这款鞋子 我真的是整个被击中的感觉 太好看了吧 我当时是觉得这双鞋子还挺贵的 它平时售价应该是1000块钱左右 其实当时本来想买黑色的 但是我觉得这双颜色也很好看 然后正好有货嘛 它这个鞋面呢就会比较长一点 搭配那种露出袜子的九分裤 也会显得非常的绅士感 很男友风的感觉 它这双的话 相对我前面的几双来说呢 它这个鞋头啊 鞋面整个都是比较窄一点的 不管你平时是比较偏淑女风啊 或者说是男友风啊 都是可以驾驭的那种 这双我觉得它是穿上会比 拿在手里好看很多的那种 而且我已经买了好几年了 也完全不觉得它过时 反而还很好看 然后呢就是这双乐服鞋啊 这双应该是我这些鞋子里面 年纪最大的一双了 是我大学的时候买的 像这种鞋的话 真的是你买了之后 可以穿很久的那种 你不管什么装拿出来 都会觉得哇哦 很好看很好搭配 其实他们家这个乐服鞋 有好几款 我这款的话它是全黑的嘛 脚背这边是会比较宽一点这种 对会穿起来会比较舒服 这双我真的穿了蛮久的 所以它岁月的痕迹 可能比较明显一点 有一点点变形了 但它看起来质感还是非常好的啦 对也是这种半哑光的皮 这双呢也是那种 不管什么搭配都可以搭的 穿起来呢也特别的舒服 非常的适合日常啊 通勤啊上学啊什么的 然后我觉得如果你没有买过这种皮鞋 然后想尝试看饭 让我推荐一双给你的话呢 在今天这些鞋子里面 我肯定会首先推荐这一双 因为它就是非常的基础 白搭经典耐看 它其实也是有个 两公分这样子的增高的 它是这种牛筋底的 就非常的耐穿 然后呢又是一双巨无霸 当当当当 是最近还蛮火的这个牌子的 这双我说它是41码 应该没有人会怀疑吧 真的巨大 显得我的脸好像还小一些了 这双真的是巨重 但是我觉得它真的非常的好看 我觉得穿这双出门 走在上海街上 应该会觉得自己勉强 穿得上是潮流前线了 它的鞋底呢就是比它这个鞋子 大概可以一圈的感觉 大概是四五公分这样子 穿起来呢没有很舒适啦 就是会比较硬 然后不是特别的跟脚 就像我家里人来上海啊 我然后陪他们走了 那个南京路步行街你知道吗 那天晚上就穿这双鞋子 就整个走到崩溃 碍于面子呢又不能说我脚痛 当时出门的时候 我只有硬要换上它 也不知道拿根筋抽了 这款鞋子的话是有那种亮面的 然后我这应该算是半哑光 哑光的 后跟这边也挺好看的 它有做一个这种倾斜的面的 这个鞋底也是非常硬朗 非常酷的那种 而且它是男女都可以穿的鞋型了 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的 因为它拍照啊什么的 真的很好看 然后也很适合用来搭配造型啊什么的 看起来就还蛮贵的我觉得 当然它本身也是我今天这些鞋子里面 价格最高的一双了 但我真的比较少穿它出门 比如说参加什么时尚人士的聚会的时候 可能会穿它一下吧 但它真的还蛮好看的 就看起来很精致的感觉 如果你有预算的话 然后比较热爱时尚的话 可以去试试看 可以去看一下它 然后下面一双呢 是在之前的开箱里面给大家看过的 就是这个 这双是泰平奖跟Grip的合作款 对 它没有出好几双鞋子 但是我觉得这双呢 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然后其实也没有那么容易撞鞋的一双了 这双应该算是巨无霸装的巨无霸了 真的巨大 但它真的是38吗 没错啦 上面这个金属的链条都是可以取下来的 它是用这种夹子护定的 对 之前视频里面有给大家看过我装上去的样子 它鞋面这边是这种绒面的 就也蛮有秋冬感的 配色是这种黑色跟眉粉的 你看它鞋底这里还有两个小爱心 它这个鞋底是这种弧形的 就后面有一个球 对 就是比较特别一点 但这双真的也是 怎么说呢 因为它本身自重就是蛮重的 它这个码数有一点偏大 所以就非常的不跟脚 接下来就穿它出去过一个下午吧 我走路的时候就感觉我整个脚后跟都是露在外面的 你知道吗 但它好看是真的好看了 就可能我下次穿它 要说袜子稍微穿厚一点 或者说垫个半马垫啊什么的 就希望它能够穿着跟脚一点吧 这双也是你 如果有预算 然后热爱时尚的妹妹呢 可以入入看 你出门的话就完全不用担心会撞鞋 我觉得穿它出门回头率应该也蛮高的 然后下面是一双靴子了 这双靴子真的非常的推荐给一些腿型 跟我一样可能不是特别好看的妹子们 当当当当Zara的一双 这种卡其色的长靴子 这双呢我穿上的是在就盖住膝盖的那种 所以它可以完美的遮盖住我的X型腿 当时买它的时候对它没有抱什么希望 结果穿上真的惊为天人 整个惊呼太好看了 穿上的嘴完全看不出来你腿型的缺陷那种 因为它这个鞋的这个叫什么 鞋管这边 哦鞋筒 不好意思 因为我现在里面有个纸板就可能看起来比较扁 它其实整个鞋筒还是蛮宽的 然后它看起来其实像雨靴 但它其实并不是 就是它材质也是这种滑滑的 有点像雨靴的材质的 看它这个鞋底也是非常硬朗的这种 所以如果你的风格是比较酷酷的话 也是很适合你的 这双你看我这个吊牌还在 所以还没有穿出门过 其实日常的话 还是比较喜欢穿那种比较舒适一点 然后好搭一点的鞋子的 就是一脚蹬就每次想说要穿它出门 但是呢都没有想好到底该搭配什么衣服 所以就一直放在那里 买了已经蛮久了 像它搭配一些长西装啊什么的 还是非常好看的 而且这个颜色就真的非常的适合秋冬了 这个我记得它性价比也很高 我买的时候是原价459 然后之前双11的时候就他们家有做折扣嘛 好像才300多块钱吧 这个质感啊什么质量都挺好的我觉得 最主要是它真的非常显瘦非常显腿直 大家可以去搜看看买家秀啊什么的 看很多妹妹们都把它穿的特别好看 只是它可能没有那么的日常啦 但是身为女孩时 他们有几双不实用的鞋子了 是吧好看就完事了 然后呢就是最后一双也是ZARA的 就是这双黑色的中筒靴 很多大牌啊 然后某宝上面都有很多这种鞋型的靴子 ZARA这双呢我是觉得它的鞋型啊 款式啊 然后它的质量质感都是还蛮不错的 不过它价格也不算便宜吧 就是999这样子 穿上也是非常显瘦显腿系的这种 就是可能对于我这种X型腿的话 不是特别友好 但是我百般纠结之间还是留下了它了 因为我觉得秋冬嘛 像这种黑色的中筒靴长靴 还是会穿到的吧 就讲的很心虚的样子 它这鞋底真的也是蛮厚的哦 大概有个七八公分的样子吧 也是非常增高的 这双倒没有很沉哎 但因为它鞋底还蛮硬的 走起来可能会感觉整个人硬邦邦的 就是这样 这样的走路 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不过穿习惯了应该就还好 还有点就是它鞋面这块比较容易出这种褶皱 这种你走多了就是不可避免的 都会有一些的 这双方它两个侧面都是有做这种松紧的 是可以收缩的 所以呢你不用担心自己的小腿肉太多啊什么的 它整个包的还挺紧的 就是穿的时候稍微有点难凸 上了秋冬你穿它也不一定要把它整个 整个桶都露出来 你可以穿那种半裙啊稍微盖住一点 就又好看又保暖 OK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啦 我算是把我的压箱里都分享给你们了 我觉得大部分都是比较实用的鞋子 对 那不知道你有没有被重藏哪一双呢 不管有没有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不要忘了给我一键三连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